我现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份代表中方发言 民主长先生 各位同事 我感谢古德斯民主长和文英斯兰德特别协调员所做的通报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中方一直为实现和平奔走 为挽救生命努力 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当前巴以局势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 呼吁立即停火指战 防止冲突扩大 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 强调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推动83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中国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 我们一直将巴以冲突作为最紧迫的议题 安理会本月通过2712号决议 开启了推动停火的初始步骤 决议通过后不久 在卡塔尔埃及等国冒险下 有关各方达成协议 实现了部分被扣押人员的释放和数日的停火 这一切虽然来得晚了一些 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说明 对话谈判是拯救生命的最佳选项 是化解矛盾的根本之道 各位同事 本轮巴以冲突延宕至今 已经造成大量无辜生命消失 或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 其万一影响还在持续些些 战争考验人类的良知与正义 和平呼唤我们的理性智慧 站在战与和的十字路口 国际社会必须为拯救生命 恢复和平 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第一 我们要以最大的紧迫感 推动全面持久停火 炮火之下没有安全去 放任战事延宕 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破坏 加沙地带也没有防火墙 战火再度蔓延 很可能演变为吞噬整个地区的浩劫 八一问题及十年的历史 反复证明 机制手段绝不是出路 以暴易暴 只会加剧仇恨和对立 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中方强烈希望 过去几天的展示停火 不是新一轮攻势前的奸邪 而是进一步外交努力 实现全面持久停火的开端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 将全面持久停火 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 呼吁各方将全部努力 汇集到平息 加沙战火的共同目标上来 第二 我们要采取更加务实有力的行动 保护平民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这是不可逾越的国际法红线 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都不可接受 任何违反国际法 特别是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都应予遣述 中方重申 反对针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反对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强制迁徙 同样 所有被扣押的人员 也都应该得到释放 缓解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刻不容缓 必须全面落实 案例会第2712号决议的要求 为充足的人道物资 进入扫清障碍 为人道机构安全开展工作 创造条件 目前仅靠拉法口案 向加沙运送人道物资远远不够 应当开辟更多通向加沙的救援通道 联合国应在监督协调 对加沙人道行动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冲突爆发后 中方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民救济和工程处 分别提供了县汇的援助 向加沙地带提供了粮食药品 等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我原在此宣布 中国政府将再向加沙地带提供新一批 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第三 我们要以更坚定的决心 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 以色列早已独立建国 犹太民族不再颠沛流离 但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 却长期遭到漠视 这是巴以徐势 屡线动荡的癥结所在 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正义 就是两国方案 不可抵抬 只有两国方案真正全面落地 才能实现中东和平再出发 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两国国家和平共处 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共同发展 中方呼吁加大国际和地区外交努力 重塑可信的多边进程 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 重启巴以的直接谈谈 我们参与召开更具规模 更大范围 更有时效的国际合会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 正式会员国 任何针对当前危机的解决方案 都不能背离两国方案 不能违背国际法准则 和联合国相关决议 任何涉及巴勒斯坦前途命运的安排 都必须充分反映 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 照顾地区国家的合理关系 第四 我们要推动案例会采取负责任 和有意义的行动 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 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案例会 案例会必须在战与和 生与死的重大问题上 体现责任和担当 案例会要倾听广大阿达伯 伊斯兰国家的和国际社会的呼声 结合地面形势的发展 及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中方提交了中国 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 提出国际社会在推动 全面停火指战 切实保护平民 确保人道救援 加大外交斡旋 通过落实两国方案 寻求政治解决等五方面工作的原则和重点 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加强协调 凝聚共识 推动案例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为和平谨责 为正义发声 各位同事 今天的会议有很多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出席 此前他们组成了外长联合代表团 赴多国访问 我在北京同代表团深入交换了意见 他们的奔走斡旋 体现了结束加沙战事 实现中东和平的强烈愿望 今天的会议也承载了 广大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 对联合国 对安理会的热气的期盼 希望大家集思广义 同提共达 为早日停火指战 缓解人道危机 实现巴以和平共处 实现中东长治久安 做出英俄的贡献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